自行车双雄去年业绩强烟 美丽达营收年成长7% 美丽达也强调要透过和手机大厂合作 扩大销售数字 巨大更是缴出了一成以上的年增水准 首度突破600亿元 巨大透露平均单价提高 渴望推动营收获利同步上扬 单商智慧手表打开专属APP 就能算出骑车时消耗多少卡路里 自行车大厂美丽达结合韩国手机大厂三星 看准消费者健康意识抬头 要结合穿戴装置冲刺销售量 希望未来几年能够随着曝光 我们成为公路车之后 还有登山车之王 美丽达南通厂量产第一年就创下获利记录 达成25万台目标 虽然中国大陆寄出打赦条款 让高阶自行车买家缩手 整体销量年间7.9% 但是从销售数字看来 仍稳坐百万台水准 强调今年会拉高四成规模 催生5%到10%成长潜力 我们继续在华北 华东还有华南地区 我们整个产能布置都完善 自行车也曾经面临过 大陆改革的开放冲击 促进我们自行车产业转型 据那指出欧洲地区经济回暖 业绩贡献明显 反观对岸需求不如预期强劲 昆山天津厂产能只能开出三分之一 为了保留弹性会因应市场进行调整 预估平均单价向上成长 将有效挹注营收同步回升 林志远 陈威佑 台北报导